歡迎大家來到L愛情診療室 我是你的主治醫師修傑凱 以下是男友症狀 讓我來為大家一一來診斷一下 好 第一題 男友一直打電動 不理我怎麼辦 這是從古至今最常發生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呢 你就去找自己的事情做 像是看看電影 看看書 做做飯 插插花 或是拿起另外一隻搖桿跟你男朋友一起玩 是不是個好方法 男友生活習慣不好衣服亂丟 上廁所布新馬桶蓋子該怎麼辦 哇賽 這個問題很大 生活習慣不好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很難去調整 因為那是從小個人習慣的問題 衣服亂丟 如果你真的很愛她的話 你可以裝作沒看到 或者是幫她撿起來 上廁所布新馬桶蓋 那你就買個小便斗吧 還有一個方法 禁止她去上廁所 如果她不會養成這種好習慣的話 就幫她買尿布 男友體胃很重怎麼辦 我覺得你可以去帶她看個中醫 可能可以從裡面調整一下自己的各方面狀態 生活習慣 但是呢 你可以幻想 布萊德比特 迪奧納多 圓冰 身上也許也有這種體味喔 你是不是覺得你男友很性感啊 你就把它想成是 哇這個味道實在是太迷人 而且是只有你有的 你就會覺得他很性感 叫男友幫我吹頭髮 結果吹成一隻松屍犬怎麼辦 那就是你原始設定沒說好嘛 你沒有說你要吹成什麼樣子啊 下次設定好 寶貝可以幫我吹頭髮嗎 我今天想要當一個 Elsa 白雪公主 那你男朋友 應該也吹不出來 下一題 天氣很熱 生理期很想吃冰 男友一直叫我喝紅豆湯 怎麼辦 我個人覺得其實吃冰吃多了 對身體也不好 你就勉為其男的喝點紅豆湯 然後嘴巴含冰塊吧 但是我還是要說 你男朋友超愛你 而且他超貼心 要好好珍惜他 我的男友對其他女生也很貼心 我該怎麼辦 哇賽 恭喜你 得到了一個超棒的男友 因為他不管對誰都是很貼心的 但是他只屬於你 所以他只會對你用心 對別人貼心 是吧 男友一直說媽媽說媽媽說怎麼辦 你叫他回家找媽媽 看媽媽會不會理你啊 好啦 開玩笑 你就把他當成小孩子 跟他說寶貝啊 其實我們都要長大 我們不能一直靠媽媽 一直說媽媽說什麼 有一天我也會變成媽媽 那你也可以把我想像成是你媽媽 那你來跟我說就好了 對吧 解決 給熱戀中的男女一段愛情真言 談戀愛是一個很美好的事情 在戀愛當中 永遠要記得對方的好 對方的付出 對方的所有優點 千萬不要只看缺點 去看對方的不好 這樣我相信你們的感情一定會越來越好 今天的診斷就到這裡了 祝福你的愛情早日康復 如果有問題的時候 來一天天堂的微笑 保證你每天都會有好好的心情 看到對方都會覺得心頭會甜甜的 記得喔 拜拜 拜拜